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大讨喜 福禄兽 然后工艺非常精细 然后溜金的保存状况也非常好 我觉得这是人间烟火 再加富贵气 我觉得这个特别对我录 可能啊 志妍 我觉得我也是到年龄了 这个马上50的人了 或者说已经50的人了 就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 喜欢就开始玩点俗的了 但是玩点俗的咱们就承认吧 它就是俗点 但是我觉得呢 但是我还得拽拽这个词 就是它这个工艺啊 满密的工艺 但是呢 我说它是凡而不乱 是是是 这个艳而不俗 我觉得它为什么会买这些写的呢 因为它手里有一个词的小的 这是勾来的 随人之就藏吧 随人之就藏 上次咱们不是讲过吗 对对 它手里有个词的 那那词都不如 爱屋即屋 但是我还真是 就是就是想买 想买呢 我是这样 我把这事说一说啊 我前一天晚上认为 第二天白天的拍卖 我肯定参与不了 我得睡觉 我就给李嘉 我们敬爱的李嘉同志 说到李嘉 咱们可以不断地说 这是我觉得苏虎比 反正在整个苏虎比上下 是令咱们最有亲近感的一个人 那真是代客如亲人啊 这种感觉啊 就是李嘉 有雄必要 对啊 而且李嘉 每次的感觉就是 让我们觉得就是说 我要不下两件标 我都对不起人家 对 所以当然这件东西 我本身也想买 我就这样 我就给了他一个书面委托 定价委托 也是充分信任吧 当然苏虎比这样的公司 值得我们信任 对对对 不会的 充分信任 但是呢 第二天早上呢 是这样 就是因为我看着直播 然后前面都很冷 就是大家都知道 因为真的是有一些 大价位的东西 频频流标 甚至有些高价位的东西是 是来要一刀 现场降价卖出的 那这时候就心里 开始记点小贼了 就说我那个定价委托 会不会出高了 或者说要不 我还是怎么样吧 然后我马上给李嘉 打了个电话 他特别忙 我也有点不好意思 我说这样 我说我没睡 还有几个号就到了 你打电话给我吧 李嘉说好没问题 我打电话给你 那那件讨喜的低估价位是100万港币 那应该就底价 因为那天我看到有很多东西是低于低估价位成交了 我甚至还有点击击个贼 我想我自己听着电话 这你想多了 我想多了是吧 但是这样 当他把电话给我打来的时候 打来的时候 我还有这感觉 拍卖是从60万叫 叫到80万的时候 其实他停了一下 我觉得机会来了 我直接跟李嘉说我说85 以前我根本就不敢了 但是因为这场比较冷 我都觉得 而且我看了他们拍卖是已经频频打破了他们惯用的进驾阶梯 就是小阶梯都接受了 所以我说85 李嘉马上就喊了一声 但是他说90了 那我说95 不要搁这以前的话 直接就跳到100 不可能让你出95这种 结果我说95 他喊了口95 95还真的就顿了一下 我还在想着会不会95让我买着了 结果他说100了 那我说105吧 你看这就是 以前加香港苏武比是不会接受 肯定是110 120 130 不可能 我说105 然后李嘉就喊价105 拍卖是也接受 那后来就 结果呢 这中间有一个什么呢 就我说了半天才绕到你那句话上 到135万的时候 我就问了一下李嘉 我说跟我举 因为我听出就一个人跟我举 我说跟我举的人是谁呀 他不能告诉你 他当然不能告诉我 因为这第一是苏富比的专业操守 第二这是你家作为资深的拍卖人 他当然知道 但是呢 因为好朋友了嘛 他说 他说是一个名流太太 名流的太太 我听成是这个意思 就是人家是名门望族 说白了 但是呢 他这个呢 反而让我的心理上起了一个波兰 起了 就是说 如果他说是一个行家在跟我举 我就会说 你懂 我也懂 你比我更懂 那更好 对吧 但是人家是名流 人家有的是钱 对 我跟一个名流去顶这东西 第一有点自残行贿 第二我就觉得我会不会顶帽了 因为人家可能就是 就是需要 家里需要这么个东西 富贵器 大器 人家就要摆着 我去跟人硬顶干嘛 我当时我就怂了 然后我就140 他140嘛 因为我都是五位嘛 他都是整数官 到了140的时候 李嘉说 要不要再加一口 我那再加5万 我完全就是因为是李嘉 如果换别人打电话 我直接就停掉了 我说再加5万吧 就140 然后别人毫不犹豫于150 哪人这个 这个150呢 正好是我现在可以透露 正好是前一天晚上 我留给他的书面 哦 结果李嘉再问我的时候 我心里说 就是因为是李嘉给我打电话 我才加到145 但150了 我这155是怎么也加不下去了 我说算了吧 不好意思 我就不要了 就落锤了 150 但是 仍有后话 昨天前两天 因为他这支讨喜呢 我承认我 我有时候自己买东西 反而功课做的不是那么足 我做拍卖的时候 我承认 我认为我的功课是做的挺足的 就是我帮别人卖东西的时候 其实这支是有1997年伦敦 纽约苏富比的拍卖记录的 结果纽约苏富比的拍卖记录呢 我去一查 纽约苏富比当年用了一个来源 一串很长的英文 但是我看到其中 它是写的来源 不是写的参与 它来源是写的 那个博物馆吧 18多少年到19多少年的 这个收藏家 他在哪买的 然后之前是来源于哪里 他写了一个下工 漏了 咱们就说到此为止 叫下工 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候的苏富比 他这个来源 他不过乱写的 他一定是他认为有根有据 他在写上 对 就上面明显写的 就是那个家族的所有的藏品 都从那里来的 当时我就说 不做功课还是不惜 看来人家说明人家 人家名门望族 人家破太太 人家功课做的比我足 那这次没写是吗 这个来历 那是不是 这种一定是大工店 是不是有一些 我保持球说完了 来来来 还是大家说 大家说 你知道吗 那天是苏富比拍卖的同时 刮八号风球 整个是香港的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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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刮打风啊 台风很厉害的 对 然后他们据说 李家说 他们头天晚上 就是因为天气不好 都没有回家 股市都停了 哎呦 台风股市都停了 所以说这个 这个 客观因素 还是不能忽视的 对 京三十四在香港 有什么参与吗 我没什么参与 就是在加德 加德不是有那个东坡斋的这个专厂 然后有一个大厂 加德出两点特大的预厂 那个小东小西 这个有一个红线预制的小笔筒 那个呢 八千港币起拍 香港旧家收藏 也写的挺详细 而且呢 话译特别生动 对雪人的一个 非常喜闻乐见 非常有生活情绪的 这么一个小品 那个八千港币起拍 我想五万六万 也就差不多了吧 没想到呢 这个 竞价呀是四面八方的 人家早就跟我说了 而且您看的这件东西 别看它便宜 小巧 但是呢 很多人都喜欢 最后呢 这个抢了五分钟 十三万还是十四万吧 币国水 但是我挺喜欢的 因为它是红线预制款 而且呢 是这个画工非常精细 画的是什么题材 就堆雪人 堆雪人 英系堆雪人 对 这个阵势 民国精品 对了 而且呢 这个工艺水准 和这个画艺的生动啊 我觉得非常的美妙 非常不错 红线预制款是这个红款是吧 是蓝料款吧 蓝料款 当然相对来说更难得 对 不是红款 蓝料款 这个经商 人家是会买东西 人家听到这个东西就是又便宜又好 然后一听呢 就是我说我怎么关注那大桃子 还去跟人家 人家去争 你看这么好的冰火 咱们说到这个义德堂嘛 是 就是香港著名收藏家 他的那场拍摆你看就非常的热闹 对 经商你看有心 今天把这本图录也带来了 来 苏比虽然不需要我们帮人做广告 但是我们还是郑重其事的来介绍一下这本图录 义德堂 转拍 这是哪位收藏家是吧 对 香港著名的收藏家 咱们可以 就是前几年刚刚过世的 郭比强先生 他的 他的 他的藏品 香港知名商人 知名商人 对那不光不简单的是商人 那不是商人商 知名商 名门望族 郭先生非常喜欢东西 在四处 四处都非常喜欢 对 而且门类非常丰富 在香港开卖预展的时候 遇见过几次 是吧 正好你翻到这一页 正好那我说说 咱们就说到哪页 就是 郭先生就是真的是非常喜欢东西 生前这个 而且他买东西是 就是真是喜欢 他是从陶瓷史的角度 工艺的角度 是买了不少东西的 正好你翻到这一页 也巧了 这只杯子是我们中汉拍卖拍出的 那这只杯子 还有故事 正好至于翻到这个 咱就讲讲这个 这个杯子是怎么的 特别有意思 雍正 清花官邀款的 繁红团红的小杯 我们13年 我们征集来 当时订的是16万 当时厂上一个客人 16万一口落锤 一只还是一对 一只 他买了以后呢 付完钱了以后呢 过了两个月 他来找我们公司交涉 他说 有人跟他说了 说这只杯子是后家财 这个又说到咱们的老话题了 后家财 那当时从我们的专业判断 各方面来说 我们都认为肯定不是后家财 肯定不是后家财 对 但是呢 他意思想要取下交易或者退货 但是我觉得这个理由不正当 就说 第一 我们认为他肯定不是后家财 第二 古董和艺术品 不能说你随便找人说是什么 他就要退货 咱们就得给你退货 那还了得了 对吧 但是呢 我给他出了个主意 我说这样 我说你如果实在是认为你买的不舒服 退货是肯定不行的 因为没有正当的理由 可以再帮你拍 对 我说这样 你交给我们 我们下一场拍卖 我们再帮你上一次 因为我们认为 你买的是物有所知 而且东西是对的 结果14年春拍 这件东西我们又上拍了 仍然是定16万 而且他有点认亏 因为他本身退货嘛 你知道人退货的时候 已经做好这个 损失点的这个思想准备了 那我说定多少钱 他说你就仍然定16万 如果一口敲 我亏两头佣金 那我说行 结果16年我们就上拍了 我们也没有做特殊的招商 因为这件东西 作为一个拍卖行来说 一场大拍 小品 没有办法去 就他来做特殊的招商 结果 14年春拍这件东西 拍了含佣金30万 谁买了呢 就是郭先生买的 当然还是有人跟他争论 因为我们16万起拍的 那差价那部分呢 所以这就是我们公司 专业操守和为客人服务的 差价部分 不存在 这话递的 全部 你这话递的太好了 所以我特别喜欢你 日后以后多来啊 这话递的太好了 所以该是多少 我们扣完正常的委托帮佣金 他等于是 本来是想退货的 本来是想承受点损失的 结果挣了10万 赛工是吗 挣了10万 对 所以正好提到这只杯子 那这只杯子 这一次 这一次是成交价是76万港币 是啊 76万港币 所以好东西 咱们或者是咱们就说是真东西吧 这个叫真金不怕火炼 很少见 这正好也是逗出个故事 这这场没下几个标吗 没有没有 我这场没有参与 没有参与 因为那个 怎么说呢 我估计一下 他不参与不是因为东西不好 也不是因为 而且他是知道 这场肯定必然会火 对 因为公价太合理了 然后定力又便宜 东西又好 对 然后 成交价也是物有所值 对 对对 那程度的几个雍正的什么 是吧 虽然是小品 但是干干净净飘飘 凉凉凉都不贵 那个再一个呢 雌契呢 像在其他的品类里面 属于比较火爆的 火爆的 相对来讲比较稳健的 起码咱们说是坚挺 所以说那个 我准备以后就跟着 魏丰玩玉了 跟我玩说话 这个玉啊 咱们说说 这个加德 加德这回有两个亮点 一个将要开始的 不是 就已经拍完了 一个汉代的出国币 我知道了 后来他们 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个 从伦敦出来的 一个小的玉兽 也是汉代的 那出国币特别好 就是 咱们基本上知道的 那几个重要的 出高谷域的博物馆 里边都分别有 类似的类型 尤其是我插一句话 尤其好像近些年 这种高谷预期 尤其是这样的好的高谷预期 对 备受学术界和市场的重视 我就要说这个 为什么 为什么这俩能拍好 这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有出处 有出版 有来历 有来历 那个伦敦内售 还带着原装发票 195几年的发票 5几年 然后呢 这是你的菜 不是我的菜 不是你的菜 我买高谷买的很少 因为高谷 还是 学问太深 我个人不是学问的问题 是个人觉得说 就还是那天跟王老师说那话 我认为超过100万就是投资 你接着说 单件超过100万就是投资 那我投资 我就要考虑它的流通 诸多因素 我就要考虑第一因素 就是流通性 等我想卖的时候 我要马上卖出去 对吧 那高谷义呢 它的艺术价值很高 但是受法律限制 一个是受法律限制 另外一个 它的流通性确实很受众 会比明星度要差一些 对 但是这个出国币呢 特别出乎我意料 因为我在拍之前 跟一个朋友聊过这东西 估600万 然后呢 拍摩行也给我发了很多图 我当时说了一句话 我说这个出国币太好吧 我说如果 它要是没有品相问题 那我肯定是会举手买的 就好到这种 我不买 我都愿意去买 我就愿意当消费买了 但是呢 它确实 但是 它确实有这个品相问题 是我的一个障碍 就我认为玉不进来碎 它那个是 有很多道修复 但是呢 但是这个里边就遇上 一个高谷玉的一个难题 就类似的出国币 就没有完整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完整 所有博物馆的都是那样 因为它出土 它入土的时候 很有可能就砸碎了 还有可能就是 这个在墓里边 几千年墓塌了 什么就把它给弄碎了 所以都是碎的 那就不能买了 在我看来就不能买了 但是我这个不做数啊 人家还是拍了两千多 六百左右到两千 这个入土的时候就砸碎了 还有这个封信呢 是吧 有你就带着到另外一个世界 它是誓死如生啊 不是就说要砸碎了 有很多砸碎 古人也有什么防盗意识 为什么会有鸡骨白啊 就入土之前是烧的啊 那个瘦我挺喜欢的 但是我觉得古六百太贵了 但是呢 人家的理由非常充分 然后你去找一个有五几年出版的 五几年发票的 四宾客的发票 五几年 然后你找一个另外一个 没有 而且很开门 这个出国玉璧是五几年的发票 没有没有 出国玉璧是在 好像是在台北故宫展览过 台北故宫展览 好像反正有一个台湾的出版物吧 然后呢 那是九五年代以后的 然后呢 那个寿是伦敦出来的 而且当时的发票就写着汉 所以就大家都比较同 后来这个瑞寿表现的怎么样 瑞寿卖了八百多万吧 反正也卖了 也卖的挺高的 哎呀 加用金可能一千万吧 所以这俩呢 一看 我觉得就是说 我在我看来啊 就是因为他的一场 还有别的高谷鱼 虽然没有这些级别高 对 有的有出处 有的没有出处 卖的都一般般 但是跟这俩比 这俩就卖的特别好 后来我们就 我跟一个我专门玩高谷鱼的朋友 就总结这事 后来我们就说 说这个出身还是非常重要 对这种类型的东西 对 就跟您玩高谷词一样 就是还是非常重要 出身来历 这是这回看的一个预期 另外呢 就说回到刚才素比的 这一场预期卖卖 我个人觉得 其实卖的是不错的 我拍之前跟一个朋友聊 他就问我说 瑞峰你觉得这个估价 是不是太高了 我说是高 我说但是不离谱 我说为什么不离谱呢 特简单 比如说 这也买这山子 是800万钢币 罗锤 就相当于80万英镑 我见过一个 比他小五六厘米的 一个竖着的 上面有一罗汉的山子 远不如太好 卖60万镑 所以你说 但是那个卖60万镑的时候 是估多少钱起牌 估两万镑起牌 然后出身还没有太好 他这在故宫展览过 至少加20万镑 对吧 然后他这还有预提师 那个连预提师都没有 所以说这个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去看待估价的时候 就是你还是要理性去看待它 如果他估得高 有估得高的玩法 估得低有估得低的玩法 但是这一场 除了那个玉如意之外 我认为 估得合理的 基本上都卖了 都卖了 那也就是说 估得合理的 该卖的也都卖了 甚至该卖好的 可能也卖得上 有一只狮子 上面有一个 不是 有一只牛 上面有一个小孩 木通骑牛 18厘米 不是最大号 但是也很大了 工我认为 中等 我认为那两种东西 就100多万 卖了400多 我能排得很好了 所以说 我觉得还是 就这样 你如果定个低 大家就觉得气氛热烈 抢上去的 这就是你一口 我一口 众人石柴火焰 然后大家都觉得 这个事情很费成 然后大家心气都很高 场面很好看 你定的高一点 就一两个人去参与 然后就敲了 给人感觉上是不好 就像是从瑞丰专业的角度来讲 他觉得这种价格 该卖的都卖了 该卖的都到位了 都到位了 如意单说 是吧 如意单说 如意是顾客的 我突然想到一点 就是瑞丰 就是咱们说这场德安堂的预期 就是说如意 比如说溜标了 有一些高价位的 可得也溜标了 那是不是真还有一个原因 咱们刚才说到人气的问题 说到因为咱们大陆的很多客人去不了 但是玉器里面 我突然想到会不会特别有这个问题 因为玉质和玉的颜色 是可能是不是看实物 就是它的实物和涂露的差别 有的时候是很重要的 因为瓷器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夸张 就是它的偏色也好 对 瓷器标准化了 它标准化了 但是玉色白不白 是不是像涂露上那么白 轻不轻 是不是像涂露上那种感觉 可不可爱 是不是真的要看实物 我觉得看实物肯定是要加分的 但是加分或者减分 你会更直接的去了解 但是现在的科技能达到90% 你说的是信息传递 就是人家给你发200张图 发6个视频 来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怎么样 而且他那些专家 你总有熟悉的 你认可的那个人 对 他的眼力跟你认可的情况 你问他到底白不白 他能白纸给你放那 你就知道他白不白了 我认为这不是重点 重点还是信心的问题 其实这个藏家能 就是卖 就是估这个价钱去卖 说明他对市场也 对目前的市场也不是特别有信心 他给你传递的一个信号 就是什么呀 如果便宜了 我宁可不卖 为什么呢 后来我就翻记录 那可是我 那可是他既然这样 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候卖呢 他可能就到一个 比如说他病了 他的儿女要分钱 或者是说他觉得是时候 是出了 总是说 就一个个人原因吧 反正有这么个原因 对对对对 这个原因不一定是 也许就是玩玩的 就是审美 差不多了 玩差不多了 但是未必是真缺钱 如果说真缺钱遇上事了 比如说企业需要招 就这点 根本不够 就是就如果说 真需要用钱 一定是 以卖出为目的的 那一定会定的很便宜 有一个有一个例子 是必须卖掉的 有前面前前几天 有一人 就是我师傅 全顾物底价 全部成交了 对 他为什么非得卖掉 因为他要拿 他要把商店里边 所有的货清掉 然后去跟税务局交税去 所以他必须得清掉 要不然这税没法算 不是 说到这个 咱们就说到 如果一个收藏家也好 或者整批卖东西 我自己还瞎总结 我还就是 看历史上那么多案例 我真还是觉得 古董和艺术品 这东西实话实说 我自己总结叫 负卖穷不卖 对 你不能等着 要卖的时候再卖 对 你不能等着 急需要用钱的时候卖 就是往往你看 很多案例都是 就是当他越有钱 越不缺钱的时候 他的东西越容易卖 越卖的高 越卖的好 但是当你着急 要靠这个 解燃煤之急的时候 这就两说了 这就一人一头了 我说我东西 为什么一直卖不好 因为你老缺钱 老缺钱 眉毛都烧眉了 眉毛都烧眉了 老是人眉 咱们理性点 看来 贫穷 鼓足了你的勇气 但是让市场 丧失了这个想象力 你说 咱们理性点 看来这问题 我还真做了做调查 就是质业 你还真做了调查 你说 质业买那山子 是97年 从加德卖出来 30万元人民币 就是这次800万内稿 对 所以你说 他回报率不高吗 相当可观了 97年 你看到这个记录了吗 我今天刚才听他说 你回去回去翻去 中国加德97年 30万 然后起步不久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在大陆买东西 是很好的 就是批发市场 当时是30多万 这次是800多万 对 这回报率比北京 97年 比北京的房价高 是比北京差不多吗 还是比北京 97年 97年房子大概5000块钱 一平米吧 到不了 到不了 97年应该到不了 到不了 现在10万 我2000年在北京买房子的时候 房子才5000一平米 那你要是拿那个 30万买量桑塔纳 桑塔纳那个时候 也就十几万一辆 现在能卖800 这个咱们说到 我就觉得就是说 经常有人说 咱们顺带说一下 说到这个话 97年30万 可以买很好的东西了 但你一说买书画也好 买瓷器也好 都是很了不得的东西 咱们就说到这个好东西 或者说到回报率的问题 我也常常碰到客人 就说 他说这个艺术品的回报率 怎么样等等之类的 有时候会有人抱怨 说我当时要是买了房子 当时我说 你当时也就只能是房子 而且是中国的 大城市 核心城市 核心地段的房子 这是一个特殊的 谁也没有想到的投资品 我说除了这个 北上广深的房子之外 你还能想到第二个投资品 比艺术品的回报更高的吗 这个我真的说句实在话 你当年 因为我且知道 有2007年进股市人 到现在还套着 对吧 对 正好这个数字能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因为那个年头 我还比较 还有一种东西 你说 你要97年买茅台酒 极少数嘛 是吧 你如果买消费品 你如果买消费品 就不用说了 对吧 但是有一点 也有可能 有一点是别的东西无法取代的 衣助品能给你带来的乐趣 对 但是这样是 咱们现在 咱们现在先说点俗的 因为俗话 招人听 有时候咱们一说情怀 人家就反感说 干嘛 你要讲情怀 你讲 我可不讲情怀 但是你说之前 预期到正好 因为我有个历史的 代入和记忆感 97年 我应该是 97 98年的时候 买了我的第一套房子 那个时候就是 30多万一套 你说这个玉山子 不就30多万吗 对 这次卖了800多 对 那我的那套房子呢 现在的市值 大概正好 最高的时候 大概前两年 我说的是深圳的房子 因为深圳的房子 是特别有代表性的 对 对吧 前两年 好像是特别好的时候 到过900 但今年又落到700多 你看 就是说 它足以跟世界上 最具有奇迹效应的 投资品 对 做一个比小 对吧 这已经是非常符合的 我再给你讲一个 就是说什么呀 就是说咱们算这个倍数 是因为这山子 是在北京买的 当时北京的市场 是便宜的 对 相对于国际市场 对 还有另外一件东西 一个葫芦瓶 白玉的 白玉 大吉葫芦瓶 那去好像举的挺 抢的挺厉害的 那叫我举的上一颗 你举的上一颗 我举的 怪不得 有瑞丰同志参与那件东西 势必就得热闹 21厘米高 高 而且这种大吉葫芦瓶 一定是宫廷的 这咱们都知道 对 对吧 但是呢 我唯一对它的 有一点小遗憾 就是什么 就是它年份偏返 我们知道这种就是乾隆 嘉庆 就是以这一件 我认为可临到乾隆 因为宫还是相对细的 这件东西什么 这件东西是在 伦敦 嘉智德拍过 是2000几年的时候 零几年的时候 拍了 47000磅 当时47000磅 2000年左右吧 拍了47000磅 当时 反正我只记得英镑的汇率 应该是1比15 16 所以这个东西 当时是70多万人民币 它都估多少钱起拍 估120万港币起拍 那我一定要取的 所以你想它是一样的 它东西加完通货膨胀 比原来还低 对 那这件东西多少落的呢 好像240落的 我举到上一口 我也是10万10万往上加 举到上一口 我为什么觉得这个钱 差不多了呢 因为在2011几年的时候 纽约拍过一支 是40多万美金 那4624就差不多了 那他们实况是说 这支的回报率 似乎没有那么高 对 这支为什么 因为是在伦敦买的 伦敦在那个时候 是一个相对理性的市场 不像北京这么便宜 同时呢 就是这个瓶子 是这一场不是很重点宣传的 物质价也便宜 如果这瓶子 我认为如果要放到一个单独的厂 比如说你现在扔到法国村里边 再加一个什么什么故事 什么什么出处 当然什么故事也不如故宫出版 然后呢 就这么一个单价 可能能卖三四百 也不稀奇 因为21厘米很高了 对于一个预期过20厘米 很大 我还想到一个原因 你看 智爷买了那个山子 你参与的那支笔筒 你看都价格表现各方面不错 其实这些年 但是你说的这个白玉的这个大吉葫芦瓶 就是这些年你发现没有市场 跟前些年的市场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就是什么品种受追捧 和曾经受过追捧的品种 相对来说 现在进入一个平环期 对 就是什么呢 现在文房特别受追捧 那个山子小的东西啊 某种是广义的文房 李统就更不用说了 是镇景八百的文房用具 对吧 像这种东西 就是说 从它的造型和它的品种上来说 它是本身就已经是 现在正好受追捧了 对对对 但是呢 但是这件东西你说 十几年涨了三倍 我认为也跑赢通胀 跑赢通胀的利率 我就说 肯定是跑赢绝大多数的投资品种 你看 就是 我跟瑞峰的区别在哪呢 他聊起来 老是这个 从投资的角度去入手 非常有 因为他说了嘛 非常有经济头脑 他说了一百万以上就要当做为止 就当投资了 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就是他这个认为 你看我插去 我今天看问题的角度就跟你们不一样 我觉得你们的角度都比我高 太舒服了是吗 不是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这把椅子太不舒服了 你们仨都是高座 你看 师爷是这个南关贸椅 这个 金丧是圈椅 你是四树头关贸椅 对 我这把椅子老是坐在我老是得见 这也接着说 这个瑞峰呢 他买每件东西 他都要先有一个投资的目的 算一算 归有一个规划 我有特不理想的时候 我这个 我看 在我来讲 我之前在没有做过完生意之前 我完全是凭喜欢买的 那时候我刚开始买的时候 我跟他经常认识比较早 他知道完全是凭冲动喜欢 去买东西 从来不考虑这个 就是说这个东西能不能赚钱 等我进入这个行业 我真正靠他做生意来讲 在我眼里 他就是一种商品 就是生意 就是生意 那么我买来了 该卖就卖 买来了该卖就卖 那有没有自个儿留的呢 一定是有的 这个 我跟我的朋友 还有我这个客人 客人讲 就是说 我从来不以 顾励他以投资 来为目的 来买这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你做生意赚钱 有的是道 是吧 老伯定 挣钱的道有的是 而且呢 就是说 没有说看哪个人 就是说做古董生意的人 最后成了大富豪的 这个话说的好 是吧 人家都是过手的财神 过路财神嘛 然后真正的那些所谓的 那些大的老板 大的企业家 那些人都是做别的生意 发的大财 因为我们这个 他本身就是 不关乎国际名声的 一个小众 所以他 他激励不了大财富 所以说呢 我跟我的朋友说 我说 这个如果你喜欢这个东西 你用你 这个生活和生意之外的钱 来买点 然后替自己喜欢 那么如果将来升值了 投资赚钱了 那是意外之喜 是吧 你不要考虑 我从来不跟我的朋友们 去说这东西将来 保证它十年以后 二十年以后 能赚多少钱 我说你现在喜不喜欢它 你现在买得起 买不起它 你现在能够出多少钱 买这份喜悦 你就出多少钱 甭考虑将来之后 是赔是赚 将来是赔是赚 你咱们四个在座的 谁都说不清楚 也许将来这个东西会 成几何倍数的增值 也有可能 这东西一文不值 因为这个东西 一文不值不太可能 上市的孤独 乱世的黄金 这东西谁都不可能 民国打仗的时候 这东西也没有不值钱 咱就这么说 这种可能性 一文不值是不可能的 但是也许 没有 谁也不能保留这东西以后 一定会升值 一定会升值 所以说我也从来不劝导别人 去以投资为目的 去买这个东西 你喜不喜欢 是第一位的 是吧 这个就是你说的 这也刚才说的 就是有一塞花 还是无形插柳 这样一个道理了 在这个里面 但是总结前任的经验 从近几十年来看 中国艺术品 不管是书画门类 瓷器门类 还有瑞丰痴情的 玉器门类 都是一直在增长分 目增长 越来越好 因为受众基础 还是会越来越大 因为文化的这种底蕴啊 什么的 然后咱们这个说的又高了 就在接着置业的话说 其实就是这么多年 其实我们也经历了很多 无论是像置业 这样行家也好 收藏家也好 它有很多现象 咱们都一时半会儿 很难用一句两句话说清 也未必解释得清 但最后一定都有 咱们都一时半会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